我媳妇给提了个建议 说现在趁着这个行情好 把这些牛先全部卖了 把这个眷设不太好的地方再改善改善 就着这个机会放松一段时间 等着这个行情降落一点 再慢慢的买牛 当时感觉这个想法是不可行的 因为我调换这一批牛用了三年的时间 刚把这批牛调换的差不多 一下子卖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今天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想了想这个方案也是可行的 因为现在要是行情落的话 比如说落到去年前半年的行情 按现在的行情算 这么位下一年来属于白位 还有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眷设 确实需要改造一下 因为一到这个福田 这个亮卷就跟沼泽地一样 这个牛一直在里面肯定是不太好的 只有把这些牛一下卖了 才能腾出时间和场地去改到这个牛舍 今天琢磨了一天 感觉要是这个行情不要说落 就是不涨的情况下 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 因为今年这个牛的行情特别是这个母牛的行情 真是创造了历史性高度 应该再往上涨的可能性不是太大的 大家感觉这个做法行得通行不通 欢迎广大老铁在评论区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 我也在这里做一个参考 说实话 今天琢磨了一天 还真有点心动了 因为感觉现在的行情确实是比较好的 希望能够